接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到全球车谈 我们都知道这个丰田还有福斯 这两大汽车集团 全年的这个销量都非常的好 但是今年上半年 占据销售冠军的是哪一个集团呢 阿克 对啊 其实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呢 其实过去几年呢 就是这个在争这种龙头宝座 就是都是Toyota集团 跟福斯集团在争夺 对 对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2022上半年的这个数据 已经出来了 那目前呢 就是Toyota它总共是513.7万辆 然后它还是占据龙头 那福斯集团呢 它是400.6万辆 然后它就是居次这样子 不过呢 就是跟过去年同期相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Toyota集团 它的这个整体的销售 它是已经衰退了6% 然后可是呢 福斯集团它衰退更多 它衰退了14% 对 其实呢 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 就包含说 其实最近我们不是都在讲说 晶片 缺晶片缺料 或是一些那种运输造成的 可是呢 福斯集团 它受影响更多 在于说它的这个工厂 工厂 因为它大部分工厂都在欧洲境内 没错 它有些它不一定在德国 它可能在一些东欧国家 或在一些地方 可是呢 它这些工厂 因为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因为它很多工厂的工人 其实都是乌克兰人 那时候乌克战争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发生过 停工 对 停工 很多人都回去打仗了 所以说 没有工人的情况之下 导致于说这个产能下降 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销售量衰退 不过呢 其实还是 这两个集团 他们在今年下半年 还是会推出很多新车 包含说 Torota集团呢 它最近它推出了这个全新的 Crown车系 因为像这个Crown车系呢 它过去呢 其实都是只有在日本市场 或是这个中国大陆市场 不会有贩售 可是呢 它现在打算把这个Crown车系 就是推向全球 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 战略车款 战略车款 另外呢 还有就是福斯集团 他们发生了就是一个人事的变动 像在9月1号开始呢 他们就是会有就是首席执行长 就是将要换人 换成就是原本接长福斯执行长的这一位 就是Oliver Brou 最近呢 因为他要接任新的执行长的时候呢 其实他在接任新的执行长之前 他正在执行的计划 就是保时捷 要准备要上市了 要准备IPO 那准备IPO的时候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说让保时捷这个整个品牌的资金更多嘛 可是呢目前其实许多市场分析师都觉得说 那他在这个执行长更换的这个时间 其实这个IPO计划其实要延后 因为呢大家觉得说这个福斯集团的执行长换的好像有点快 因为原本福斯集团这个执行长他叫那个Helper Dice 那他原本接长福斯的时候 其实也帮福斯就是带成功带过这个财油门事件啊 而且就是推出很多电动车 让福斯集团也是他的这个营收节节上升 可是呢为什么这个Dice他会被换掉 其实就是好像跟公司的一些内部的就是有很多意见 尤其是工会劳工那边代表的意见 因为他觉得说福斯集团他们最近推出很多电动车嘛 可是呢为什么在很多市场还是没办法干掉Tesla这个品牌 觉得说福斯集团它是那么庞大的一个集团 所以为什么还是没办法说就是像Model Y Model 3那些车 跟他就是跟他就是较量这样子 但这个点有点奇怪 因为卖得好不好也不是你们决定的啊对不对 对 因为主要是营收不如预期 所以说这位Dice的执行长他其实就是把目标 被人挑战的 对 而且他把目标放在裁员上面 他觉得说营收这边不如理想 那我就在人事方面就是去 去裁剪 所以说工会代表就是纷纷出来反对 抗议了 对 以至于说就是这位Dice执行长 就是很快的就被撤换 然后要换上这个全新的执行长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看下半年 就是新任执行长上任之后 福斯集团会走向怎么样的程度这样子 对 人事的变动可能会对于一个集团 有一些影响啊 对不对 对 的确是这样子 好 谢谢阿克的分析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Toyota其实在全球的销售成绩都非常亮眼 尤其在台湾当然也是 在台湾呢 其实Toyota每一款车 销售的成绩都非常好 消费者也非常喜欢 但近期我们看到 既然有太规版本的Toyota的Yaris Active 它跟台湾有关系吗 这个Active不是那个Focus的那个Active 不是 是Toyota Yaris的Active Active 对 A-T-I-V 对 这个车名听起来有点陌生 其实它就是太规版的Vios 是Vios 就是有屁股的Yaris 对 所以为什么跟台湾可能会有关系 就是源自这样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Vios上市已经非常的久了 虽然销售量还算是相当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整个台湾的小型房车市场 也剩它一台独雕大梁而已 是啊 只有它那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想说 那这样子因为它的Base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Yaris跟Vios 走的其实跟日本或欧洲规格不一样 没错 我们走的是属于东南亚规格 泰国规格的 所以泰国改了 我们是不是也要改 而且更何况我们看到照片上 这台新的Toyota Yaris的Active 你会觉得 哇 怎么帅成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车头简直就像Camry一样 有那种Coupe的感觉了 Photo Coupe的感觉 甚至它的车尾也不像以往的Vios 走的是传统房车 它变成是Fastback 是鞋背 Vios变Fastback也很有意思 所以这台车可以说是Yaris的Photo Coupe 看起来真的很赞 帅气的压 不只外面帅 它连内装都帅 我最爱的双色内装 红内装 而且还有林格文 是 还有林格文的编织 虽然说实际的质感 我实在不是很好想象 但是至少照片看起来真的是美轮美快 然后我们现在最在乎的几个配备 它也都有 像是虚拟的数位仪表 对 有 然后中间一车型有八寸或九寸的中控萤幕 变大了 对 然后像是什么Apple Cabaret Android Auto 这种东西一定也都有 小V也有了 对 然后这边也列出了很多细部的照片 像后座出风口 这么小型房车也有后座出风口 还有后面的插头 对 有充电孔 电子 手刹车 那是不是意味着也有半自动辅助 其实还好 没理由 对不对 但目前泰国来讲它只有TSSC 没有到2.0或3.0 OK 所以它的半自动驾驶其实不能算 它通常都是像刹车的预警 或者是像是车道偏离的警示 但是并没有说替你像置中 这样子的自动化的功能 了解 除此之外一般人很爱的 像是这边其实看得到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看得到 看不到 这是什么 氛围灯 它也有64色变化 手里也有氛围灯 所以一来Vios 等于什么东西都给你了 对 但是讲了这么多 讲得很高兴 恐慕很飞 但事实上是在这几只 跟台湾的观点性可能很小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刚刚讲的 为什么市场上剩下Vios一家独大 其实不是因为它太厉害而已 是因为这个急剧 非常快速会在萎缩当中 所以呢 现在你会买Vios的人 通常只是想要用最经济的方式 去买一台代付车 没错 因为它的价格 但我刚刚讲这么多的配备 如果进了台湾 你觉得这台车要卖多少钱 起码60跑不掉吧 对 我就起跳 70搞不好都可能要看到了 没错 对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是不是就跟它本来设定的市场 变得相违背很远 没错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和泰那边 或者国内那边呢 其实之前一直也有传闻 就是说 因为这台车使用的平台 是DNGA B 不是我们习惯的TNGA 但是它也是共用平台模组化的 那时候就问说 那这样平台出现了 因为我们前一个世代 Vios Yaris 都不是这个平台 那新的会采用这个平台吗 照他们说法说 应该是会的 没错 但是问题来自于 现在大家都喜欢CUV 喜欢修理车 所以呢 这个时候 DNGA B 这个平台 在国内生产的话 很可能 下一台车会是CUV 就不会是 所以说最入门 单刚最入门的 就不再是房车 或是先背车了 就是比Claracross 再更小一点的CUV 对 再更小一点 涨高的Yaris 然后价格也会更实惠一点 对 好令人期待耶 是 所以讲到这个 就会知道说 不只Vios 未来的前途堪率 我甚至觉得 连Yaris的前途 可能都会有点堪率 所以郑姐姐意思是说 这个太规版的Vios 可能不会进台湾 对 基本上 几率很低的啦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是用这个平台 来做的Yaris 可能进台湾几率也很低的 了解了解 因为全部 最后都会变成 用CUV来打就够了 感觉像这个逻辑 好像是对的 好 谢谢郑姐 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 全球销量最好的 两大集团 除了Toyota之外 就是福斯集团啦 那刚才阿克 其实也有提到说 因为福斯集团 内部的这个高层 进行了大变动 那接下来 有很多的政策 可能也会有一些转变喔 福斯迷们 尤其是Golf迷 听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真的要哭哭了 听说已经没有 第九代的Golf 会出现了 罗哥 对 因为 刚才阿克有讲 本来保释街的执行长 Olive Brown 他现在要变成 福斯的新的执行长 那但是呢 之前那些是 譬如说 Golf Passage Tiroc 这些啊 在去年的时候 福斯都还信誓 他们说 还会继续发展 不过呢 现在你发现 因为接下来欧规的七期 开放标准 今年就要实施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内燃机的引擎成本 就每一台都要高个三五千块 欧元喔 所以这个对于 这个你看 现在的七期的引擎 大概也只能用个七八年 你看它的Golf八代 现在才出几年 两年过 很新耶 还很新喔 而且它的引擎 又不是只有一台车在用 那你现在OK 在用 你推个七八年后 就已经几年了 那你还要在下一个 在下一个七八年的时候 超过了二零三五年欧盟说 净售燃油车 净售燃油车 的这个规定 所以他们会在考虑这个点 所以他就会先讲 哎呀 这可能接下来都已经是 这个电动车的时代 所以你看福斯推IT3 IT4 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保时捷 当然TICON 动作也非常的大 所以很可能 以后就不会推这个内燃车 对 很有可能 也有可能会推八点五代 就像七点五代 就是在做一些小调整 没错 好 虽然说 对于一些 就Golf迷来说 这个是有点可惜 但是其实还没有确定 我们要走到那时候才会知道